大家好,今天是11月3日星期四,歡迎收睇明報五點半新聞 列治民潑咖啡肉華案今日宣判,法官判處兩名被告換刑十二個月, 不能光顧案發的咖啡店,不可接觸兩名受害人等等。 法官又認為兩人的作案動機起碼有一部分是來自對華人的偏見和仇恨。 事件發生在去年3月29日,兩名七十多歲的被告在咖啡店內鬧事, 論潑咖啡,還辱馬華人的種族,他們各面對一項行為不檢的控罪, 最初不肯認罪,其後又認罪,但法官說,他們一直沒有表示出真正的悔意。 阿神,你不是問胸学的嗎? 宣告在旁邊。 宣告在你的車子講吧? 什麼你聽說? 什麼你聽說? 什麼? 我説讓它變,讓… 什麼你公重說? 讓它走 讓它離開 她不正意,讓它離開 把你連個… 老闆這鬼 **** 我們拍照所有的影片 老闆這鬼 老闆這鬼 You're fucking racist! You're fucking racist!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Nelan Sun Center 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 配合一對適合你自己的助聽器吧!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還高達半價的 快點打個電話來預約吧! 卓能聽力中心助理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Base疾控中心今天公佈一個星期的新冠疫情數據 目前有286人住院 其中27人在ICU接受深切治療 而上個星期的數字分別就是292人和20人 ICU的數字升了很多 截至10月29日 一個星期的疫痰人數有23人 而對上一個星期則有44人 跌了不少 但是現在很多人感染了都不會去做檢測 這個數字只供參考 令他的識者當ọ 楊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 身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楊永明小姐擁有多年研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請致電預約聽力測試了 不知道兇徒的動機 究竟是有目標或是機作案 故此呼籲公眾提高警覺 高桂林王家騎警發放兩張照片 說一名不清醒的司機 駕車撞入一條人行道橋 欄杆插穿檔方玻璃 跨過司機位直達後座的照片 騎警說司機好幸運沒有嚴重受傷 呼籲大家年終節慶期間小心駕駛 溫哥華明天4號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有雨 降雨量20至30毫米 吹東南風 風出每小時30公里 震風風速更高達50公里 氣溫最高有12度 晚上多雲有四成機會下雨 會吹大風 氣溫最低只有5度 環境部今早早 又撤回先前向大溫地區發出的 特別氣象聲明 果然發出大雨警告 說今晚和星期五的降雨量 將達到50至70毫米 呼籲大家提防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泡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 一條片 安省學校教育工作者 明天星期五開始的罷工行動 現在已經不是用逼在眼前來形容 而是事在必行 因為安省教育廳長萊斯 今天下午突然召開記者招待會 宣布他們和工會談判破裂 在會上他措辭強硬地說 當28號法案通過 而省內五萬五千名教育工作者 還要在明天罷工的話 這就是非法罷工 省府會不惜一切 用所有可行的手段 來阻止工會干擾學生上課的行為 他又呼籲教師和其他學校員工 在罷工持續期間 一定要回去學校繼續工作 以便那些學童可以在家裡上網課 對於省政府的強硬態度 工會亦寸步不讓 問到如果真的工會會員 給省政府罰錢每日四千元的時候 怎樣呢 工會說 不怕他們跟他們的公投說 工會會提供支援 至於省政府說 如果要每日罰工會五十萬 工會又怎樣打算呢 工會說放心 我們賺到這筆錢的了 他反而提醒家長 除了明天罷工之外 下個禮拜都是 所以家長一定要為他們的學生作好準備 作為家長 明天怎樣安排自己的小孩 那就要留意小孩就讀學校的教育局通知 亦都要隨時留意有關新聞的變化 今次的事件已經不單是教育工作者的工會和福特政府的對抗 而是整個工會系統和福特政府的對抗 誰贏誰輸都會影響到將來所有工會和省政府的談判部署 今天安省公共服務僱員工會就說 他們的會8000個教育工作人員 明天也會加入罷工行列以示團結 工會形容 28號法案不單是攻擊教育工作者的集體談判權利 而且是攻擊所有工人的權利 其他幾個工會包括目前正與省府談判銀的教師工會 亦都說他們明天會參加聲援 在今年省選曾經支持福特的北美勞工聯合會 亦都會加入聲援的行列 安省中學教師聯會的主席說 福特今次的出手是這麼嚴厲、這麼無必要、這麼違憲 令到工會要和省府面對面的談判的時候變得非常困難 總理杜魯多昨晚亦都打電話給福特 認為他們用彈書條款通過法例阻止罷工是不對的 處於福背受敵的福特到今天仍然是對的 安省教育廳長萊斯今次說 工會並沒有撤回罷工 而且不是說只是罷工星期五的一天 而是無限期罷下去 所以省政府別無選擇只好繼續通過法案的程序 他說在工會口口聲聲都說要罷工之下 省政府是會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 來確保二百萬的小弟哥要留在課室 通過法例是政府可以用的最後手段 預計禁止罷工的28號法案 將會在今天下午的省議會中通過 安省教育廳說 省府的代表是願意留在談判桌上 不過現階段勞資雙方並沒有進行過談判 據說工會已經回應了省府提出最新一份 新工作合約的建議 將加薪幅度由原本的11.7%減至6% 但省府代表並沒有反應 調停員現在正努力在挖旋著 希望令到雙方代表可以再次返回談判桌上 在罷工事件到現在都企硬的省長福特 今天在省議會質詢時段說 他會不惜一切被全省二百萬名學生 留在課室上課 他說經過了兩年疫情的干擾 學生已經受救了 我們需要那些小弟哥留在學校裏繼續學習 但不幸的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 拒絕撤銷罷工行動 這令我別無選擇 只有透過立法來確保數以百萬計的學生 能夠穩定地學習 對於總理杜魯多不認同他動用彈書條款 福特的回應就是 經過兩年疫情之後 罷工將會對學生產生不可接受的影響 他和萊斯都希望學生繼續留在學校上課 在通脹高企下洋洋到貴 大部分人的錢每天都要花到凸 不過 加拿大三大超市巨頭賺的錢每天都賺到凸 達爾豪斯大學最新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加拿大的三大超市集團 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潤 全部超過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其中 連鎖超市巨頭 奪羅的利潤表現最佳 每一天 是每一天 賺多了一百萬 奪羅在今年上半年的總利潤 和他過去最高利潤相比 高出了1.8億 相當於他們每天賺多一百萬 這不止超過他過去五年的平均利潤水平 而且超越了過去五年的每一年的利潤 相比之下 連鎖超市集團Metro在今年上半年的總利潤 和過去五年的最佳利潤相比 就減少了1,100萬 至於Sobit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潤 和過去五年的最佳利潤相比 就減少了3,700萬 不過報告的作者說 因為缺乏詳細的財務數據 要解釋這三大超市集團 為什麼在今年的利潤會超越平均的表現呢 他說這樣實在是有點難度 達爾豪斯大學商學院會計系的高級講師泰勒說 如果要想知道超市有沒有利用到高通脹時期 來將食物大幅加價 現在很難確定 因為我們沒有相關的數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的標準 凹落的零售部分是包括了來自超市和藥房的銷售額 所以他們的銷售額增長究竟是因為食物 還是因為小朋友的衣服 還是化妝品 這是不清楚的 達爾豪斯大學農業食品分析室的主管 查爾博斯說 報告的內容強調了加拿大的超市行業需要更多的透明度 他說賣食物和賣唇膏不是同一樣東西 不過 超市集團說他們的利潤沒有什麼改變 其中 粒羅的副總裁托馬斯說 粒羅的食品利潤率 由通脹以來一直都保持平穩 不過 查爾博斯反駁說 捍衛自己立場的最佳方式 就是公佈你的全部數據 查爾博斯說得對 染疫後後 核酸檢測陽性和衛生防護中心評定病毒量 屬於康復者水平的財政司長陳茂波 繼續出席金融峰會 衛生防護中心重監徐樂堅 今天在疫情記者會道就重申 新冠病毒康復者 如果在過去三個月內染疫 康復後檢測陽性的時候 都不需要檢疫 說所有的入境人士 包括政府官員的入境措施 和檢測衡量都是一致 醫務衛生局和衛生防護中心 在記者會上面 多次被追問到 用來判斷康復個案 是否復陽的病毒量標準 當局都沒有交代 徐樂堅就解釋判斷康復個案 是否復陽 需要按每個個案的不同因素 全部考慮 包括每個個案病毒量下降的速度 所以未能提供相關的指訊 他也拒絕評論陳茂波的個案 和透露他的屍體值 和所獲發的顏色碼 徐樂堅有指 每種康復者的陽性個案 是否需要隔離 都要視乎檢測結果 和康復者所提供的資料理衡量 而由六月一號起 針對三個月內 曾經感染新冠病毒的低高人士 廚方會根據核酸詳細數據 將陽性個案分別判為 康復、復養和新近感染 康復和復養個案都不需要隔離 亦不會和發鴻馬 政府在面針止的司法科核案擺授後 修例副權醫務衛生局長 廢場面針止 長洲科核王國卓堅 上星期在日本高登法院 申請司法科核 質疑行會修例並不合理 要求法庭頒令法例無效 不過高院今天頒下了判詞 撥回他的申請 法官郭浩文在判詞說 他早前裁定醫衛局長 無權宣布免針止作廢 政府和醫衛局長無上訴 即是接受裁決 說這個可以反映香港的法治 對於有人形容政府修例 是為了堵塞漏洞 法官就說這個說法是不太合當 認為政府立法的時候 根本無打算負權被醫衛局長 政府是之後改變想法並修例 用來懲罰濫用免針止制度的人 法官又提到 政府可以隨刑事作案起訴 修例並非必須 高浩文有指出 雖然就免針止作廢 條文沒有容許受影響的人士上訴 但他們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取得豁免 他們沒有被禁止再出豁免 對於申請人說面對行政困難 只能夠告上法庭 判詞就反駁 是他誤解了599L章的條文 郭卓堅在庭內說 相信法官的裁決是有道理 他心服口服 和認為自己勝選都不高 所以不打算上訴 否則是無了期挑戰 不過他就形容政府修例 是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 要做無賴都無辦法 他透露下個星期打算做疫苗通行證 提出司法覆核 哇 不得了 最近出得很密 很密嗎 借票 對 你現在還有 還有借票嗎 還有多少人借 現在是7200 7300 應該是7300 他想要一億 有信心打破故事嗎 這個問題我不敢回答 冰箱馬頭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們是值得的 當然他們這個 這個不是浪得虛名的 這個冠軍寶座 我覺得大家 都是雙贏 因為這部戲其實都是故事有份 你是不是收藏了很多照片 你拍拍照嗎 你拍照嗎 你拍照嗎 看看 沒有的了 先不要說太大 沒有的了 沒有的了 我都已經這樣了 還想怎樣 都要交給 因為我們整部戲是團隊精神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做完了 其實應該要等其他演員有些表示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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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